夏杰 你今天第一天来上班 要不跟我们一起去布置会场吧 好 我才来 能不能让我先试一下 我在家里从来都不做这些 要 可以了 你把这个表格做一下吧 怎么做啊 不会 你不会你可以学啊 学不会啊 你 你有这夫妇在这跟我说 最早就做完了 最讨厌你们这种 职场老人 义老卖 欺负新人 秋秋 你看她 她整天像大小姐一样坐在公司 什么都不做 还是我欺负她 没事 我会解决的 小姐 你把我桌子上的合同送去上林集团 他们今天签约千万别搞错了 上林 太阳了 我不想去 你找别人去 公司是上班的地方 大家都很忙 你有义务完成你自己的工作 就你会讲大道理 行 我去 我太着急了就随便拿了一份 怎么办啊 求求姐 这还有一个小时就签约了 这可是几个亿的合同啊 我们要被开了吧 嗯 没事 顺风同城就好了 顺风 坏地哪来得及嘛 辛苦你了 麻烦尽快 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安全准时送达 真的好快啊 你下次做事可要再仔细些 嗯 放心吧姐 明明就可以自己送 还非要任务去跑 过一看我出场 给我等着 还好这次合同及时送到了 要是耽误了跟上林的合作 你们俩赔得起吗 主管 其实这个 都是求求姐没跟我说清楚 看我拿错了文件 主管 你说我一个小小的实习生 我怎么搞得懂啊 你说你也是啊 你带着实习生工作 就不知道仔细一点吗 主管 行了 别解释了 这次方案 还要给你们做 上林公司的人 明天要来视察 你们务必要给我 认真对待呀 啊 好的主管 保证完成任务 三 二 一 嘿 哎 这不是你答应下来的吗 你这就要走了 哎 我只是个实习生 你真要让我做 哎 可以开始了 哎 嗯 书管 这是我的方案 哦 嗯 不错嘛 啊 邱总 您看 这不是我的方案 这个 虽然是实习生做的方案 但已经非常成熟 这不是我的方案吗 是你透露我的方案 秋秋姐 你有证据吗 也不是记录我吧 这个方案 确实不错 既然如此 那你就 说说你的想法吧 既然是你的方案 我想 就不用看了 我 嗯 那你来说说吧 我们这次云顶集团 和尚灵集团的合作 在未来一个月之后 达成协议 看来就是小杰 脱了秋秋的方案 看来 让你来基层锻炼锻炼 还是不错啊 爸 你可轻松 我一个人干两个集团的 秋秋真是少年的前期 这种盗取他人 劳动成果的人 你还要留 哦 不留不留 你被开除了 舅舅姐 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我还什么都不懂啊 什么都不懂 可以去学 没有人生下来就懂 如果你是一味 依靠别人 那你只会成为职场巨英 既然你什么都不懂 你别来上班 你这个腿啊 一定得注意保暖 喂 没在项目书 可是我在苏泰家里 到底是你老公的工作重要 还是你给别人端茶送水 当保姆重要 我 我 不好意思啊 去吧 你怎么那么晚才来啊 不好意思啊 陈总您看 我们从五个方面呢 进行创新 亲自盈许 哦 是的 是这样子的 我们在园区内呢 增添了很多亲子的项目 包括了家长跟孩子间的互动 可以促进他们的关系 这就是我们创办这个园区的一个初衷 你可以看一下这设计方案 你老婆还懂这些 哎 平常我在家里说的比较多 她可能亲进去领营 平时她在家里就洗洗菜 做做饭什么的 尤其如此 夫复何求啊 这项目挺不错的 陈总您看啊 这里我觉得是通过多元化的创新来达到一些 今天没耽误事吧 没有 陈总特别喜欢我们这个项目 单独还专门夸了我呢 那你还那么早回来 不留下来一起吃个饭 他们在谈事 我在那不太好吧 这里边也有你的一份力啊 你经常大半夜的帮着你老公 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 苏太 我以后不会了 我以后会做好我自己该做的事 苏秋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心疼你 平日你那么忙 你看最近啊 你的小脸熬得暗沉辣黄 也没有时间好好保养自己 来 这个韩树白蛮腰 你拿去用吧 韩树的明星美白系列 要学会对自己好一点 经营自己才是头等大事 我当时把你留下来 就是因为你做事细心认真 还一直保持学习 我是觉得你这么聪明 不应该只当个保姆 那我一个家庭主 也不太好找工作 再说吧 我把家里照顾好 老公才能更好的工作啊 这就是你老公 对 他可厉害了 他年纪轻轻 就已经当上组长了 好像在哪儿见 每次王总组带着老婆来 你们真爱啊 可是他都不帮你找个合适的工作 就这么埋没你的才华 让你在外边受苦 他是真的爱你吗 他已经结婚很多年了 我很相信他的人品 请你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谢谢你啊 应酬定在后天 我要来 啊 走 陪我出去一趟 来 换上这个 苏塔 你到底想 求求那个黄领部 还真以为谁想带他 真是丢人现 他不是说 在工作吗 你明天和陈总吃饭 你们带我一起去呗 这种事谁带家属了 人工作都找不到 去给别人家里当保姆 还是你 又漂亮董事 陈总来了呀 那我们这个项目就 等等 总裁 秋秋 你来这里干什么呀 我不来 怎么知道原来你是这样子的人呢 秋秋为了你 放弃工作 照顾家庭 可是你呢 无视他的付出 掀起他的相貌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这是他心甘情愿 心甘情愿 当初是你说你在事业上升期 让我离职回归家庭 让你安心工作 是我太蠢才会相信你 还有这项目书 有多少事你做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还不是我一个又一个通宵 替你赶出来的 陈总 他这样子的人 你千万 放心 我们公司不会和品行 不断的人合作 是吧 金妈 你的工作能力 确实挺不错的 考虑一下 来我们公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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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